若汉对他的门徒说 那从天上来的超越万有 那从地下来的是属于地 也讲属于地的事 那从天上来的超越万有之上 他为所见所听的作证 却没有人接受他的见证 那接受他见证的人 讲论天主的话 因为天主把圣神 无限地赐给了他 父爱子 并且把万有交在他手中 那相信子的便有永生 不相信子的 不但不会见到生命 而且天主的异怒 常常在他身上 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给您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的福音 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就是 那从天上来的超越万有 那从地下来的属于地 也讲属于地的事 那从天上来的是耶稣 他从天上来给我们讲 天主的事 那属于地的 是我们 有血肉生的 我们只是想着地上的事 可是 作为信徒 我们跟随耶稣 要慢慢地 开始想天上的事 越来越多地 花心思 花时间 想天上的事 如果我们只是想着 世界上的事 我们就跟外交人 没有什么区别了 你说有区别 我早上晚上念经 主日禁堂 光这不够 一定不够 因为我们 圣保禄宗徒说 我们的家乡是在天上 我们该慢慢想天上的事 奇怪的是 为什么我们不想呢 除了念经的时候 想天主 想天上的事 甚至念经的时候 我们还分心 念着念着就想 自己厂子里的事 想家庭的事 想朋友之间的事 想过日子的事 我们的心 总是在地上 说明什么呢 我们缺乏爱 当我们 爱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的心 不知不觉 就想着他 当一件事 在我们心里 很重要的时候 我们的心 总是惦记着 挂念着 是不是这样 所以 当我们不想天上的事 说明我们的心 对天主的爱 真的不够 我忘记 哪位神学家 说过这样一句话 说一个基督徒 跟外教人 哪不一样 当然有很多 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他说的是 一个基督徒 是记得自己会死的人 常记着自己会死 外教人也知道 人人都有一死 可是他们活着 活的样子 像永远不会死的一样 每天拼命地赚钱 在这个世界上 能吃喝多好 穿得多好 住得多好 用得多好 享受多好 就怎么着 就好像 你不享受过一天 少一天 就完了 我们基督徒不是 我们的心思念力 我们做事 就想着 世界不是家 我们有一天 要回家 你们到这来 是做什么 都是来 为教会服务 帮神父的忙 看到教会有需要 你们很踊跃 有的人说的 让我一直记在心里 趁活着 为天上 积攒点财富 别看我不挣钱 把钱存到天上了 是 不只是教会 有需要的时候 你们慷慨 拿出自己的时间 身边的人 有需要的时候 你们也 牺牲自己的时间 帮助别人 真的 我们记着 常常为天上 积攒财富 我们就是基督徒 如果我们 每天从早到晚 都在忙 忙着 只是想着怎么样 把日子过得更好 超过水水 超过自己的兄弟 超过自己的朋友 让别人高看自己 那不是跟随耶稣 我们要想天上的事 因为我们已经属于天上 圣保禄宗徒说 你们的名字 已经写在天上了 有一次 门徒们 出去传教 耶稣派他们 他们出去 讲道里 很多人信了 他们显了很多奇迹 我也不知道是半月 还是一个月 反正有一段时间 等有一天都回来了 讲道耶稣 都给耶稣讲 老师 看我们去过魔鬼 那个说 我治好过病人 这几天 你不知道 发生了多少的事 耶稣听了 耶稣理解 他们的心很兴奋 这是第一次 派他们出去 他们有很多 新的经验 耶稣就听 听了一会儿 耶稣说 我觉得 你们该高兴的 是你们的名字 已经写在天上了 不是驱魔 也不是治病 也不是你赚了多少钱 你的公司开的多大 像我们盖了多少房子 事业搞的多大 让我们高兴 真的让我们高兴的是 我们从灵洗那一刻 我们就是天主的孩子 我们的名字 写在天上了 弟兄姐妹们 记着 常常想天上的事 让我们在弥撒中祈求 耶稣给我们爱的 让我们开始爱天主 真的把他看得重要 我们会越来越多地 想到他 想到他的事 阿们 阿们 感谢观看